大家新年好 我是小新 今天是大年初一 我们这边有个习俗 就是要去敬柴 我们这边大年初一 为什么要出去拿柴 跟这个拿柴的意思是有点相似的 就是敬柴 而且还要拿这种生柴 生柴就是生柴生柴生柴有道的意思 我们这个山上的树很多 大家也不用担心 把这树全部砍 就把它砍完 到了春天我们又还会植树造林 一个人有一坎 我们今天还有意外收获 刚刚在找柴的时候发现这里 还有好东西 这就是野香菇 很难碰到在山上 今天算运气比较好 大年初一就能捡到野香菇 找蘑菇就用这个穿的蘑菇 这就比较好带 好了 我们去拿牌回家了 你们那里有没有这种习俗呢 就像是绿花菇 我们拿回来的材 要放在这个汤屋里面 放一年就表示 今年会生财 财源滚滚 今天晚上 我们就把这个香菇炖了吃 小新在这里给您饭年了 祝您在新的艺人里 心想事成 工作顺利 合家欢乐 事业上生机勃勃 生活积极向上 恭喜发财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